好 回到我們的現場第3個小時的新台灣星光大道 持續的還是針對吳淑貞在剛才評訓當中所表達的感覺 還越說漏洞越多的部分 想要請問一下胡大哥你怎麼看 吳淑貞有認罪嗎 你剛剛有這樣提 他的態度怎麼樣 人在法庭上的態度 判不判罪是一回事 他的態度就呈現一切了 問題不在大小 關鍵在於態度 第一點 從上一次到今天他所呈現 有幾個原則我歸納出來 一 凡事都是被動的 收發票是下面的 這個陳正惠 馬永成他什麼都不知道 國務計要費是陳正惠的錢 是因為總統府的保險箱太小 所以移到家裡的保險箱一定被動 第二是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工跟師也不知道 總統府的保險箱的錢裝不下 然後家裡跟鑽石混在一起 工跟師是最起碼任何人的 不要說小公務員 任何家庭族在家裡處理錢 先生把辦公室錢拿回來放在家裡辦公室 這個態度說趕快拿回去 混在一起 第三是 當被揭發了 被檢察官或法官問出來 他說 我討厚鬧鬧頓 我吃藥或怎麼樣 頭腦不清楚 但是他當有詮釋的時候 陳永豪事件被揭發的時候 記得問他啊 他說陳永豪這樣揭發出來 你怎麼樣 去跳樓啊 他叫陳永豪去跳樓 多麼傲慢啊 傲慢 好 現在沒有權力了 是怎麼樣的全聚後宮啊 對法官說 我一定準時來 每船必到 是為了兒子的認罪協商 所以不準認罪協商 很簡單嘛 一天認罪協商就傳了都不到了 不用談了 不用談了 認罪協商 那是真的會啟動抵抗權 我已經講過 我說到就要做到了 我已經說到做到了 我等他講完 講完就好了 所以在法令上 我們寧願採信陳正惠說得為準 我想法官是聰明人 比我們更聰明 但是當一個人已經 一家都是賊 一家都在說訪 一家在演戲的時候 我們看看就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監督制衡 整個法律程序的進行 我們並沒有公權力 但是我們要做評論 把當事者所作所為 攤出來讓大家來檢驗 我簡單補充一下 鍾信兄的推論 就陳志忠的認罪協商 在起訴書裡面 他說是罪行重大 不得用親屬減半條款 所以就是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最高就是七年 那如果上次他的法庭上認罪 法官說看得到他的誠意 那這個誠意就表示 他已經罪行沒那麼重大 不像起訴書所講的 說他好像不太配合 那就是可以認罪的話 這個啟動親屬減半條款 就是他是幫他的爸爸媽媽洗錢 所以可以減一半 結果七年變成3.5年 三年半以下 那如果協商呢 就像剛才那個 易永兄講的說 你把那海外的錢拿回來 雖然那個不是犯罪所得 但是你要基地承諾 捐給公益團體 好 那這個可能協商了以後 就不用關 就是零年以下 那今天的公益團體 有沒有什麼限制呢 現在還沒有協商嘛 比如說捐給 凱達哥蘭學校可不可以 可 捐給這個凱達哥蘭什麼 福爾摩沙基金會可不可以 可以 捐給北社可不可以 南社可不可以 南社一定要捐的 南社北社一定要捐的 還有捐給那個什麼 那個台灣社 還有捐給那個什麼 台灣獨立黨可不可以 海洋資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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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有阿星是不是 我不想哪個電台啊 這算不算 這是協商的範圍 所以就是說 你別完全講 看那時候 我要捐給公益團體 就一定是國家的 不是喔 捐給公益團體 不一定是國家的 繞一圈繞到誰手上 還是不知道 對對對 而且我坦白講 過去就發現這種情形 有些人 作秀說捐款 七捐八捐 就在自己的家族基金會裡面去 那一方面 討得這個法律上的方便 一方面討得稅法上的優惠 他捐了以後 還可以節稅喔 不是捐了以後 協商就不能節稅喔 所以 這個 協商談出來的條件 就變得很重要 唐大哥你怎麼看 在剛才吳淑貞的部分 我覺得吳淑貞今天在庭上 當然他所採取的是一個 狡辯的態度啦 簡單講兩個字就是狡辯 但是 他有些地方 看起來 變無可變 而出現了一些 言辭上面的漏洞 這些言辭上面的漏洞 我覺得對他來講 是有 是有很忙不好的後遺症 那從正面的角度來講 對於 對於陳政會 對陳政會方面來講 吳淑貞承認 看過他的帳 而且每個月大概是月底 陳政會都會把帳 送給吳淑貞看 這件事情對陳政會 是非常有利的 就是陳政會的帳 如果送給吳淑貞 看到的帳 跟公帳對起來之後 是核對五五的 是同一本帳 那陳政會基本上 相當程度上面來講 從這個案子裡面 他已經解套了一大半 所以他基本上面的功能 都已經達到了 我記帳的部分 並沒有過問題 吳淑貞說 這些帳呢 都是陳政會在記 這也不奇怪 要不然我養 養會計幹嘛 養會計 當然是要記帳的 但是陳政會 畢竟呢 只記了 就是說跟公款 跟國務記憶貝有關的部分 吳淑貞說他腦子不好 那仍然是狡辯 他們家家大也業大 這麼多的錢在外面跑 這麼多的這些點 還都還設了斷點 房子這麼多 多動 珠寶這麼多 七家這麼多的錢進來 七家這麼多的錢進來 那時隔這麼多年之後 誰捐了多少錢 粒粒在目 如數家珍一般 這不是一般 腦筋不好的人 我說的那些錢 如果叫我管 我真的沒辦法管 我現在大部分 恐怕都會有相同的問題 但是吳淑貞是管得很好的 吳淑貞只不過是說 對於國務記要費的 這部分來講 他沒有去記帳 但是呢 因為陳政會 有把帳本給他看 所以記不記 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反而就是說 大家終究時候 去問一句就是說 國務記要費的帳本 為什麼是給第一夫人看 為什麼不是給陳水扁看 既然這個是總統的錢 最後應該是由總統過目啊 為什麼是都要送到 送到官邸去給第一夫人看 這個是第一夫人要解釋的部分 吳淑貞在整個 整個答辯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有幾點是 讓我眼睛一亮 就是說我不太曉得就是說 這些錢從哪裡來的 結果他提到就是說 問他就是說 除了陳水扁的收入之外 你們家還有沒有其他的收入 他說有股票 利息 房租 利息大概能理解啦 股票大概也還能理解 房租從哪裡來 他們家哪一棟房子在出租的 我想不想他們家哪一棟房子 在出租啊 民生東路空在那個地方 只說要賣而已 到現在是沒有人住的 我三不五是開車 都還進去繞一下 沒有人住啊 巡邏 那這個更何況在過去八年裡面 也沒有啊 你一品院到現在為止都還在蓋啊 也無從租啊 寶來的話還是他去跟人家租的 民意上面他跟人家租 他哪來租 然後呢在人為首寫部分也一樣啊 他們家不就這幾棟房子嗎 哪裡還有其他的房子租 而且能夠有租金的收入 無知會不會不小心 說了就準了一些東西 這些可能都在查 換句話就像揮文講的啦 就是還有一些錢 還有一些資產是我們查不清楚的 信託之後還能夠去買股票 吳主任政政有時說 阿北覺得這樣不好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合法的 這不是合法不合法的問題 你們都是2004年選前就當選的耶 你們拿著拿著會不會 是不是會說以後不會啊 我們所有財產都交付信託 絕對不會不會又買到高票 這是不對的 這你們說的喔 算了一下 你看看之後你一樣的買高票嘛 買多少他沒有他沒有講喔 換句話說信託的錢之外 他仍然有一些資金呢 是可以動用來買買股票的 這些跟我們懷疑當中的總統府 炒股啊等等有沒有關聯性 這些呢也都是要查清楚的 公款呢進到 進到就是私人的戶頭裡面 那句話說什麼什麼什麼這個 就是保險庫放不下啦 只是暫時放到我這裡 他只是因為他沒有辦法去解釋就是說 為什麼錢都進他們家戶頭 你就是用掉了嘛 什麼什麼暫時放在我的保險庫裡面 有任何一個人 當他要公私分明的時候 他會說暫時把公款放在我家裡面嗎 你在銀行裡面的行員可以說 今天保險庫放不下我把錢 先辦到我們家裡面嗎 有人這樣子幹的嗎 當然不可能 有任何一個公務員 如果是這樣子做的話 他還混得下去嗎 何況是你第一夫人 錢就是你用掉了 你只是不知道 怎麼樣去解釋而已 這些錢 重點在於就是說 每一筆陳政匯 在支出匯出的錢 吳竹貞今天在庭上所做的 神就說這些錢呢 陳政匯都有跟他報告 這些錢可不只是說 到吳錦茂的戶頭裡面 我記得還有一筆錢呢 是到了陳靖瑜的戶頭裡面 這些大家都沒有去細就喔 錢基本上面不是陳政匯 所以想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的 必然有人在指示 換成今天的對質 我覺得是有意義的 我認為吳竹貞接下去 要繼續去為自己的這些 做辯護的時候 越來越困難 而且他還提到就是說 他有跟陳水扁 談過國務基要費的事情 怎麼談我不曉得 換成陳水扁要撇清 是非常非常難的 我認為這些事情 會坐實他們一家人 在國務基要費上下起手 不斷的拿馬英九的大水庫理論 所以這樣怎麼說 也不會是陳政匯主動 把這個錢拿到你家裡 當然不可能吧 就是哪一個會計會這樣子幹嘛 會計基本上頂多就是說 馬英九為什麼事後 基本上大家覺得比他能理解 他的帳非常好查 他就算說那些錢 全部就都是就是說 就當作是他的一個 就是收入的一個補充好了 都是直接撥到戶頭裡面 那個是標準作業方式 錢就進戶頭 所以錢怎麼來怎麼去 就很清楚 陳政匯是頒現金啊 用現金的方式頒 這就是很典型的 就是基本上他們就是錢 要逃避監督的情況下面 就像是黃芳燕講的 在美國要逃稅怎麼辦 我現金處理 我不放在戶頭裡面 他們為什麼 國務基要費用現金處理 就是要跑 會員這邊補充 這個禮拜五啊 有國際記者會 我希望國際記者 因為包括什麼 朝日新聞啊 美聯社 這麼精采的內容 對不對 2185關在裡面那個 沒什麼啦 因為台灣的監索 跟國外監索什麼不要 不是點讚開的 點讚搞得清楚嗎 只有吃的東西不太一樣 所以我是對 國際媒體的同業 因為我的英文很爛 所以沒辦法講英文 你們翻譯一下 你們去問這些問題就好了 就問說 爸爸要傳兒子 然後兒子說不要 這是什麼玩意兒 然後說財產信託 繼續買股票 還有房租莫名其妙的收入 這種是哪一國的第一夫人 國際記者會談這些 不要再跟我談一邊一國了 就談這個就好 很悲哀的說 查了217天 當然我知道案子不好查 又不是那種 非常容易簡單 就是有指紋的DNA 然後就破案那種 簡單的凶刷命案 不是 這是一個貪污 用國家機器 製造出來的貪污案件 我知道很難查 但是查了217天呢 到底A多少錢不知道 柯庚組也不知道 鍾慶兄那個2080 恐怕是保守的點 恐怕不知道 可能1910 我看是1910 我看活動信聖太保守 1910 我一下都說是1910 根本搞不清楚到底多少錢 217天了 到底多少錢不知道 海外不曉得 因為我們沒有司法互助 海外一些管轄權的問題 我們弄不到 沒關係 國內呢 也不知道 因為很多人頭物 所以也不知道 不過要幫特政組 講藉口 太容易 弄人頭物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要查 第二個 這些股票 因為股票不是說 我偷偷賣給唐湘總 不能這樣賣的 你要到集中教育市場去買賣的 蔡委員 蕭東兄都專家 那誰買賣的也不知道 有沒有去查 也不知道 通通都不知道 那我現在不講錢跟股票 那個太庸俗了 我問大家 到底幹了幾件B案 你知道吳淑貞跟陳振慧 剛剛在裡面對指什麼嗎 對指兩年多以前 陳任人已經起訴的國務記號費 加一個龍潭 加一個南港煤的 所以這個用國家機器幹的事情 就只幹了這三個案子 葉森茂幹了七年的大塔機長 就只通風報信兩次艾格蒙 你信嗎 如果你信的話 就覺得特等組辦得好 這無所謂什麼的 你信我也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案子辦得好不好 辦了217天辦的這個樣子 我要回應剛剛劉毅宏講的 總長 是我們給總長執權 不是給特等組執權 特等組不聽總長的 特等組要換掉 總長管不動特等組 總長要換掉 你是帶兵 沒有什麼跟 其實跟總長沒什麼好談的你知道嗎 因為我是總長 你是檢察官 你要跟我談什麼 你只能聽我的 我聽你的意見是尊重你 不是我聽你的 你有沒有搞錯 所以特等組的檢察官 我說什麼 變成八座自走砲 是個大笑話 只有總長才是自走砲 只有總長的位置 有獨立檢察官的精神 另外幾個 你們當然是基於檢察體 你們要聽總長的 當總長認為你不行 你就是走掉 我的結論很簡單 有少數幾個檢察官 練戰不敢離開特等組 不敢喔 不是不想 不敢離開特等組 我認為陳聰明 你要繼續幹 我也沒什麼意見 那幾個不換掉 你就只好跟他們一起走 好我們這邊也幫大家查播一下 目前來自臺北地方法院 那麼再稍早是休息了10分鐘 那麼在休息之前呢 吳淑貞又講了些什麼話 我們要連線給記者吳家蕙 好的第七法庭呢 這個吳淑貞跟陳正惠的大對峙 仍然在進行當中 那麼檢察官的部分問題 相當的犀利 除了剛剛已經點名說 吳淑貞可能有涉及做偽證的嫌疑 那吳淑貞呢 在現在呢 在法庭裡面是可以說是通通承認 也就是說他曾經在救訓的時候 是否認說有看過 這個陳正惠所寄的帳 也否認這個陳正惠有給他錢 不過呢 現在在法庭裡 他是全部打推翻他之前的言論 他強調說 的確的確陳正惠有每個月來寄帳給他看 而且呢 他也有這個搬錢來回家 那麼這個檢察官林哲惠又再問他說 陳正惠每個月都把服務器要費搬回去 你們官邸 那你們官邸的保險箱很大喔 那麼這個吳淑貞還說 對啊你不是來參觀過嗎 你不是有搜索過我們家嗎 到底這個他們家的這個保險箱 到底有多大 吳淑貞又是怎麼說的 我們請到第七法庭裡面的凡宣 來告訴我們吳淑貞是怎麼說的 好有關於檢察官的林哲惠是問到吳淑貞 是說有關於呢 陳正惠把這個服務器要費拿到你家裡 官邸去放的時候 你有沒有把這些錢呢 可能放到其他的保險箱 或是其他的銀行這邊喔 這時候吳淑貞就回答說 沒有啦這個錢沒有很多啦 這個錢都是放在家裡啊 而且呢每次呢我拿的這筆錢 我都是拿給陳水扁啦 要不然放在家裡喔 放久了以後也都是會發霉掉了 那這時候林哲惠說 你家的保險箱很大嗎 吳淑貞說你不是有來參觀過嗎 你不是有來就訓過我家很多次嗎 你應該知道保險箱有多大啊 林哲惠說但是我沒有參加過你家的保險箱啊 這時候吳淑貞說沒關係沒關係 下次你來我帶你去參觀我家的保險箱 到底有多大 好的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吳淑貞都是以非常 揮諧的這個對話在法庭裡面呈現 不過呢這檢察官還是一板一眼的來 繼續來問他的問題喔 那麼他表示說這個陳正惠每天都把這個 每個月都把這個剩下來的國務費 拿到官邸來放那這些錢放在官邸 到底做什麼用那陳水扁到底知不知情呢 那這個部分呢這個吳淑貞是表示說 陳水扁其實在這個部分他是知情的 那麼吳淑貞又是怎麼說的呢 凡宣 好講到這個國務交費的部分呢 因為由於呢陳正惠呢因為保險箱太小 所以陳正惠會會將部分的國務交費的錢 都會拿到保險箱 吳淑貞的官邸保險箱來放 所以呢這時候呢吳淑貞是強調說 其實呢每次陳正惠拿回來多少錢 他就會把這些錢呢全部都是拿給陳水扁 讓陳水扁來處理 所以他以前那時候其實陳水扁都知情的 那他也說到說這個錢呢根本不是我的錢呢 所以我根本不想去管這些事情 好了我們可以知道這吳淑貞 一直是在法庭裡面重複的說 陳正惠拿回來的這個國務機要費是小錢 根本就沒有很多錢 所以他都是直接交給陳那個這個陳水扁 那麼不過呢吳淑貞家裡面似乎還有很多的大錢 那麼這個家裡面的這個保險箱都不夠放 還要放到這個吳淑貞的人頭帳戶 而且還要放到他母親的人頭帳戶裡面 還要放到國泰世華的保險箱裡面 這些錢到底又是哪些錢呢 那到底又是怎麼放的呢 吳淑貞又是怎麼說的呢 凡宣 好 講到這個部分的錢呢他也強調說 其實這些錢呢像是有一部分是他自己 當初陳水扁當律師賺來的錢 還有陳水扁當時選舉市長 還有呢選舉一些總統這些大學所生贏的捷運款 再來就是吳淑貞說其實他有很多珠寶 所以他有很多錢啊 所以當初他這些錢呢都是把他放在他親戚的戶頭 到了之後的時候他才會把這些錢呢轉到自己的小孩子 還有他的媳婦兒子這些名下然後把他轉出來 那他也強調說為什麼他今天會有那麼多錢 他說因為我做基金啊我做股票 所以呢當時利率很高所以我就賺了很多的錢啊 所以呢他也強調說這些呢錢都是正當的 而且都是正當的私款 絕對不是有所謂的說國務教費的錢可能有參與在裡面 因為他強調說其實這國務教費的錢呢都私款 他都是給陳水扁來處理他都是完全去不碰這些錢 他只是作為暫時的保管 好了不過我們可以知道吳淑貞是在剛剛的這個 庭訊裡面有透露說陳水扁的確也知道 陳正會每個月會把這個國務機要費用不完的 就直接搬到官邸裡 那麼至於說國務機要費裡面很多報帳 都是他們家的私人開銷 那麼這個部分呢吳淑貞是表示說 正是陳正會在記者帳他並不知情 那麼目前的庭訊還在繼續進行 那麼繼續是由這個林哲會檢察官在詢問這個吳淑貞 那麼稍後呢蔡守信有任何的問題也會來繼續詢問吳淑貞 那麼我們也會持續來為您做插播連線報導 先將時間交還彭麗出國 好我們謝謝佳慧帶給我們的第一首呢 那麼剛才在這個台北地方法院第七法庭 吳淑貞的最新的一些說法 說到在今天為什麼吳淑貞的一些態度 他怎麼樣在法庭當中應對我們會特別的來觀察 因為我們帶你來看到 那麼這整個案子進入到了實質審理之後 在今天3月17號 事實上是吳淑貞碰上了這個陳正會是第一個會上場的 在接下來包含3月19號馬永成跟林德遜對上吳淑貞 3月25號有余政線 3月31號有一些總統府的前的之前的會計人員 也要來跟吳淑貞對 我們這麼一連串下來 今天特別關鍵要來觀察就是吳淑貞出庭的時候 他的態度怎麼樣 我們剛才進一步又發現吳淑貞一些態度還蠻特別的 講到自己家裡頭的保險庫很大 講得好像 欸 檢察官你不是來看過了嗎 欸 法官你要是有空你過來 我們家保險這樣走一走來看一看 看有多大 這種態度讓大家覺得好像不是一個 你在出庭的時候應該有的態度吧 胡大哥 剛剛中間記者說是會一些 我不認為是會一些 在我聽起來是非常輕跳 我覺得不當一回事 有事無恐 其實我們到法庭上去 我絕對是必恭必敬的 我覺得應該尊重法官嘛 而且你的態度 因為你要知道在法院裡面 每一句都是錄音的 講得都要很小心 所以要非常小心 我不認為這個吳淑貞這種態度是好的 就不在乎啦 我想他認為說 再怎麼樣 老梁也不能入肩嘛 這種態度 我就會讓他整個那個 對外形象更受創 有於是 如果檢察官問出之前的說謊 他就說 哎呀我吃藥啦 吃心理醫生的藥啦 然後我就頭腦不清楚 這種事更加讓他覺得 完全沒有誠意地面對法律 那在這裡面我們看出來 他是多麼公私不分啦 你看說在家裡的保險箱 你說過我家多大嗎 這不是對檢察官或法官的態度 我覺得非常不妥當 哪怕在對應中都是很輕調的 那而且他言多必失 你說陳正惠拿回來給陳水扁 那證明陳水扁吃情嘛 對不對 就言多必失嘛 小錢嗎 這是小錢嗎 可能幾億的小錢是幾千萬之類的 聽聽我們就聽聽我們觀眾說 這是小錢嗎 都是動輒百萬千萬是小錢嗎 所以這種態度會讓 他的個性更加浮露 對他的 不要說是法官的判案對他不利 包括整個輿論更加不利而已 好我們這邊也來接聽一下 阿光佩奧你的公益電話